在一个战场上最神出鬼没的一个兵种就应该算是狙击手了 说起狙击手大家对于他们的印象应该都是电影片中那样的神秘人物 他们往往会在一个地方埋伏很久 然后对目标人物一枪爆头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则是依赖于他们的隐藏技巧 可以说狙击手取得胜利和他的伪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狙击手在射杀目标之前往往会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射击地点 随后就在这个地点对自己进行伪装 如果他们在战场上不进行伪装的话 那么简直就是找死般的存在 而他们也会根据地形需要进行伪装 例如在沙漠中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身上涂成沙漠的颜色 而如果是在雪天里 他们可能会换上一身白色的狙击装 所以可能有时人在你跟前你也认不出来 与此同时他们在伪装之后 还有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大脑 以及坚韧的体力 一般来说狙击手执行任务需要保持一个姿势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来等待目标出现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无视无刻集中注意力 以防目标错过 像二战期间有很多重要任务 都是依靠狙击手来完成的 可以说他们在战场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有时候他们不仅担负着击杀敌军的任务 还对扭转战略局势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一些电影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 狙击手有时候为了转移目标掩护队友 也会适当做一些除了狙击任务以外的事情 可以说狙击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兵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